不少港剧都是几代人的童年记忆,特别是1983年的《蛇雕英雄传》更是无法称阅的景点,如今距离这部剧播出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,当年这剧练习响龙十八掌的少年可能已进入不惑之年,而影片中的扮演者也都慢慢老去,其中有十多位演员已经过世,文心就带大家来聊聊这部83版的《蛇雕英雄传》。 其实在83版之前,1976年,香港嘉义电视台也拍过一部,并创下了收视新高,而无线电视台是当时收视老大,为了巩固自己的收视地位,决定拍一部全新的《蛇雕英雄传》,把76版的给比下去。 为此,无线做电话问卷调查,征求观众们对翻拍《蛇雕英雄传》的意见,而最终收集的调查结果显示,竟然有将近70%的观众同意翻拍。 有了这样的结果,于是便成立制作团队正式开拍此剧。 首先找到王金导演的父亲王天琳,担任整部剧的总导演和监制,杜契峰和徐克等担任执行导演的编导工作。 动作设计鬼才程晓东,担任武术指导,黄瞻,顾家辉等填词作曲。 除此之外,为了让这部戏有更高的还原度,还专门聘请了倪宽和楚源担任顾问。 一切准备就绪,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选角了。 七六版的郭靖是白雕饰演,为了找到新的郭靖饰演者,王天琳决定选用当时的无限一哥黄日华出演,看重的就是他身上的憨厚朴实。 最后,黄日华也没有辜负这份期待,将侠义、憨厚的郭靖演绎得入目三分。 杨康义学心境深沉,但又对所爱之人用情之深。 七六版是由动作演员梁小龙饰演,而梁小龙因为陈珍这一角色,在香港早已经是家喻户晓了。 于是,王天琳另辟蹊径,大胆选用了无限议员培训班的新人,苗乔伟,因为外形俊朗,笑容带着一股邪气,苗乔伟的杨康一上线,就收到了一大波影迷的喜爱,更有人标榜其为梦中情人。 和苗乔伟上演对手戏的是女成龙杨盼盼,不仅打戏一流,一批一笑间,也将默念词的温柔坚韧,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不过《射雕英雄传》要想拍得好看,与主角黄蓉的选角至关重要。 当时尼匡就说,黄蓉是射雕的灵魂,是谁来演黄蓉,关系到整部剧的成败。 一开始,契美珍的呼声最高,其次是陈复生,也就是八二版《天龙八部》的阿子。 但王天琳一直犹豫不决,最后为了找到合适的人选,决定通过大规模的海选来选角。 历史一个多月,吸引了将近千人前来参选。 经过层层筛选,只剩下了六个人,其中就包括吴美琳。 在最后一次试镜中,王天琳更是将原作者金庸也邀请到了现场。 那天吴美琳为争取角色,还巧用了一些小心思。 她穿上黄蓉的衣服,折了一只柳条在手, 然后一个侧翻,就落在金庸面前,双手抱拳,说道桃花岛主之女黄蓉,败见金庸大侠。 这让金庸喜出望外,当即表态,吴美琳就是自己笔下的黄蓉。 就这样,吴美琳得到了黄蓉的角色。 虽然当时的吴美琳还是个新人,缺乏表演经验, 但她格外伶俐,悟性也高。 在她的亲戚演绎下,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古灵精怪,娇满灵动的翘黄蓉。 可惜的是红颜薄秘。 1985年5月14日,吴美琳在家中自杀,将青春永远定格在了26岁。 至于原因,众说纷纭,但是真相究竟如何,已经无从考证了。 除了主角团队,这部剧里的客串和龙套组也是卧虎藏龙。 谁也没想到,在日后就会撑起了香港影视圈的半壁江山。 达叔在里面饰演丐帮彭长老,是个小反派, 还算是个小配角。 作为黄金搭档的新爷,在剧中也有出演, 不过当时还在跑龙套,出场次数还不止一次。 有宋冰衣。 有死囚犯,被梅超锋一掌打死,欧阳振华在里面饰演一个家丁头,最后还饰演了一个小乞丐,被吴梦打眼的彭长老打了一顿。 刘嘉玲还算不错,饰演华真公主的侍女,不但借着主角镜头露个面,还有一句台词。 而吴振宇,在剧里也有多个角色,有脏困的两个手下之一,有王府看门人,有中毒村民,有卖烧饼的小贩,最后还有盖帮弟子。 这时候的他们角色虽小,大家也没有丝毫地敷衍,都拿出了最好的状态去表现。 然而让人难过的是,随着时间流逝,到今天为止,剧中将近十多位熟悉的演员都离开了我们。 除了我们熟悉的达叔,老姓谷曾江于今年4月27日离世,周年87岁。 他饰演的黄药师就如同从书里走出来一样,厌俊一摘,那高冷傲娇的表情, 就是黄老邪本尊,只可惜他的离去,相互再无黄老邪。 关海山和曾江于一样,都是香港的老戏骨,人称虾叔。 倍数后辈们的推崇,曾多次在成龙的电影中出现,留下了很多经典。 他在射调中饰演黄药师的徒弟,陆成峰。 2001年,关海山因中风病倒,随后吸引。 2006年9月,不幸在家中离世, 享年82岁。 饰演陆成峰儿子陆冠英的演员,慧天赐。 是著名演员,慧英虎的哥哥。 早期说妹妹影响,加入TVB,演了很多配角。 2012年10月,慧天赐在北京自己家中被发现猝死。 终年55岁。 饰演国际母亲李平的演员,你可能叫不出名字。 但他上世纪70年代就加入了TVB。 多年来饰演了很多角色。 是港剧里面的母亲专业户,他叫苏信玄。 2013年因病离世,享年61岁。 江南七怪之首的飞天蝙蝠,柯正恶。 大家肯定印象深刻,被网友戏称,骂架没输过,打架没赢过,说最狠的话,挨最毒的打。 饰演者江毅早在60年代就进入演艺圈,曾在多部经典港剧都留下了精湛的演技。 2013年3月,因肺癌辞世,享年77岁。 关京在射雕中饰演了多个角色,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独幽角,也是后来黄蓉之后的丐帮帮助。 他演示TVB的知名配角,曾出演多部经典影视。 2014年,因为心脏病突然爆发离世,享年63岁。 演示完颜锦的谭一青,也是TVB大家熟悉的面孔,经常出演武林前辈、少林高僧等角色。 因为长着一张憨厚慈悲的脸,观众很容易记住他。 2006年5月,因病去世,享年76岁。 罗贵为饰演的段天德,虽然戏份不多,但是角色很重要,是社调中杀死男主父亲郭孝天的杀人凶手。 除此之外,他还饰演了很多情有剧。 最经典的那个角色,应该就是97版的《天龙八部》里的苏星河。 他的演艺生涯,都以反派角色为主。 2004年因病逝世,享年70岁。 段天德的叔叔江沐和尚,由何必兼饰演。 在《朱音版蛇雕英雄传》中,再次出演江沐和尚。 他是和尚专业户,曾出演多部古装剧。 饰演的角色不是高僧,就是方丈。 2003年去世,享年84岁。 同时,饰演《求千刃》和《求千丈》的时间,是香港电影中著名的坚决。 在圈内被同行称为奸人奸。 2019年6月,因肾衰竭导致心脏停顿,已是长死。 享年96岁。 在金庸的小说中,最让广大男生气不过的角色,应该是影之瓶了。 饰演者叫邝左辉,很多人可能不知道, 其实在射雕中也有他的戏份,只是还没有遇到小龙女。 除了古装戏,他还塑造过医生、主持人、牧师、监控官之类的角色。 生活中他是一位好好先生,深受大家的喜欢。 2015年,因为大肠癌复发趋势,享年59岁。 除此之外,饰演扎木河的谭柄文,饰演博尔树的林文伟, 饰演梁子翁的白文彪,饰演彭莲虎的何李楠, 也都离开了我们,岁月留生,经典难忘。 每当铁血丹心一想,心中那份狭义豪情, 又被瞬间点燃了,让人一下子仿佛回到了过去。 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前, 一起看江湖道光剑影,风起云涌, 感慨其中的狭客豪情,人间道义。 好了,本期就介绍到这里, 感谢收看小陈观影,我们下期再见。